RTX3080Ti 哎呀 现在终于是发布了 其实NV这张卡做出来已经好久了 但是它就是藏着掖着一直都不发 那我也能理解吧 毕竟发了又能怎样呢? 前一阵显卡价格都快上天了 除了也没人买得起 我都已经懒得做显卡评测了 好在慢慢的现在显卡价格正在往下走 再加上3080Ti声称是锁住了挖矿的算力 或许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布的话 我这个评测可能还不算白做吧 那么这个3080Ti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快速来看一下吧 我今天拿到的是NV的公版RTX3080Ti 也就是FE版 它的散热器和3080公版用的是同一款 但是这两个的金属框架设计是不太一样的 3080这个地方是磨砂的 而3080Ti则是做了抛光的处理 哎呀 看起来是亮闪闪的 有个CNC的味道很重啊 不瞒你说这个确实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公版P了 它的设计非常精致漂亮吧 而且散热性能也不错 与此同时又保持了身材 它不像3090的公版那么臃肿 可惜国内不卖 就算在国外公版的数量也很难抢到 所以大多数人就只能在我们这儿保一保眼福了 这3080Ti的外观这么接近3080 但是从规格上讲 它确实和3090更加相似 不对 应该说是极其相似的 SM单元的数量 稀微从82个砍到了80个 一共10240组流处理器 Tensor Core和RT Core也稀微砍了那么一丁点 哎呀 老黄这个手术刀真是绝类啊 以后干脆也别找三星代工显卡了 直接拿手术刀刻芯片得了 搞不好比三星工艺强一点 除此之外 这两张卡设定的功耗也是完全相同的 都是350W 唯一的大区别就是显存 3080Ti的显存砍了一半 12GB的GD6X频率也稍微低于3090 从这个规格来看 与其叫它3080Ti 还不如叫3090SE 或者什么30912什么的比较合适吧 性能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3DMark Time Spy 果然不出足料 3080Ti和3090是极为接近 19364图形分 只比3090低了400分而已 DXR的光追成绩也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差距很有限 实际游戏中情况会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说刺客信条英零电的话 3080Ti 2K大概是介于3080和3090之间 而4K分辨率会更加接近3090一点 另一个大作 《荒野大标客》则是和跑分的结果比较吻合 不管是2K还是4K分辨率 这个3080Ti都特别接近3090 而竞技游戏CSGO作为一个高增率的游戏 区别就更小了 可能给内存降级档时序带来的差别 都要比你80Ti和90之间的差别更大 再来看一下光追游戏 刚刚发布的《深化危机8》 这个游戏非常受欢迎 好评如潮 而它的优化似乎也是非常好 2K分辨率下 这些高端显卡都是轻松能跑上200帧 就算开了光追 3080Ti也能跑到144以上的帧率 挺不错的 那我们把分辨率拉到4K之后呢 在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这几张高端显卡也都有120帧左右的帧率 4K120 你想想看 即便开了光追之后 3080Ti仍然能够维持在4K100帧以上 足以说明咱们这个卡表的优化是相当给力的 不过另一款大作的优化就没那么好了 赛博朋克2077 这个游戏想必你们也都知道 必须要有DLSS才能在2K开光追的情况下顺利运行 不然下场就非常惨了 你看看6900XT的表现就能明白这点了 好在3080Ti在这个游戏里 真的是和3090毫无差别 包括在4K分辨率下 哪怕光追全开 DLSS开平衡档也能够勉强跑到53帧吧 开到性能档应该就能接近60帧 也算是能玩了吧 这个游戏要求也是够高的 最后我们还测了一下最近更新的地铁离去增强版 增强版的地铁加入了DLSS2.0的支持 光追效果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那我们测下来画质变好的同时 增强版的硬件要求也变得更高了 2K分辨率下3080Ti还能不开DLSS 开光追也能跑上60帧吧 但是到了4K分辨率就必须要依赖DLSS2.0了 光追全开再加上DLSS的话 3080Ti是一样可以跑上60帧 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了游戏之外 我也稍微测了一下达芬奇的性能 结果3080Ti也是和3090极为接近 在不报显存的前提下 这两个卡的专业性能应该也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但问题就在于确实也有一些应用特别是显存 达芬奇我们测试场景还不够极限 如果你真的要手键不转代理 伸减8K视频的话 那这个12G显存也是妥妥的不够用的 包括深度学习也会对显存有更大的需求 比如说在较大的Batch Size下 3090的24G显存还是会有一些意义的 不过我觉得有这么大显存的需求的人 哪怕在专业领域应该也是少数人了吧 哦对了 说到专业领域 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挖矿啊? 现在好像大家都只关心算力多少了 3080Ti这张卡被NV做了比较严格的算力限制 它挖以太坊我们实测 哪怕超了屏也只能到65MB的算力 确实是砍了一半 没错 那么限制算力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 相信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点 那我觉得你可以放心 在挖矿以外的应用中它确实不会影响性能 但是它的确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这张卡不能刷BIOS了 对于想极限超频的同学来说 3080Ti可能就会比较难折腾了 好在3080Ti至少公版这张卡吧 即便不刷BIOS 它的超频潜力也还不错 我们功耗限制拉到400W之后 核心频率可以超到2070MB 显存21G Time Spy已经可以跑到21240分了 说实话 很多3090都超不到这个分数呢 那这样看下来 如果不是需要大显存的专业应用 确实已经完全不用考虑3090了 这个3080Ti就是个显存砍半的3090了 最后我也测了一下温度和功耗 这个3080Ti的功耗是和3090完全一致的 这两张卡设定的公版都是在350W的水平 但是温度上 由于3080Ti用了3080的散热器 确实要比3090稍微差一些 比3080稍微热那么一点点吧 不过有一点要说的 就是3090这张卡正反两面都有显存 所以它的背板散热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在这个方面 3080Ti倒是不用担心 因为它的背面是没有显存的 行了 这个3080Ti我们是测完了 就是个3090嘛 心里大家应该有数了嘛 但是 你能买到它吗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ND说它的原价是8999 你觉得可能吗 肯定没戏嘛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都推荐它 继续等一等 接下来几个月 按照现在的行情 显卡价格应该是能慢慢恢复回来一些的 虽然降到原价我还不知道要多久 但是做个等等档肯定不亏 这个视频我估计做出来现在也没啥用 你就等半年以后再回来参考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包括也别忘了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